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刚开始不能接受 这个人这么黑这么丑 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每次他们说的难题的话 他给我打电话 然后就说没办法 现在他们说什么 我们没法改变 他们没有想到说 他是怎样一个人 所以我说 给他们一段时间 更了解我 更了解我们这个感情 妈妈多吃一点香 好的 你要多吃一点 嗯 很多中国人的眼里觉得 可能非洲人 没什么好的一面 大家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全球的人都一样 我就经常跟我妈聊天 跟他们说 他怎么怎么好 他平常对我会怎么样 还坚持到今天 他非常多人 就是真的要勇敢的找爱情 你要忍得住那个等待吧 就是有今天这个 老婆 我来了 老婆爱你 老婆说 东就是东 说西就是西 我们结婚啦 我对我自己的汉语选定 非常的自豪 非常的自信 在今天呢 决定中文 我叫何丹 来自苏玛里 2005年9月来到中国 学习文科 硕士以及博士 小时候看的那些 中国功夫电影 让我感觉到很稀奇 同时呢 我们的先知 穆罕默德说过 你要追求知识的源泉 你可以到中国 在中国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在中国学到开车 我现在是个老司机 有很多人说 女博士是第三类人 灭绝师太 感觉他们长得很丑啊 但我认为恰恰不是这样 我认识的所有的女博士 都非常非常漂亮 我经常会听到一句话 诶 何丹 虽然你黑 但是你很漂亮 不出来就漂亮好不好 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要说但是 我觉得漂亮不在于肤色 很多中国人 都觉得非洲人 第一吗 很穷 第二吗 很乱 第三就是暴力 那我就觉得很郁闷 你们是人 我们也是人 我非常非常希望 能够克服 人们脑海中的这种 对非洲人 对阿拉伯人 对阿拉伯女孩 的这种刻板印象 对呀 对呀 有很幻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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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 这种派对阿拉伯人 对阿拉伯人 尤其是男人 还是女人 能够推动非洲人对中国的理解 行动 我叫弗洛基来自刚果部 我在中国已经六年了 我来这也是带一个梦想 我想在毕业之前拍我的毕业作品 这个为电影是关于我们来中国留学的经历 这是我的第一天在中国 我终于在我的眼睛 以前我们通过电影 通过电视 看的东西都是西方人拍的 特别遗憾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的非洲 我也是从非洲来的 我是在那边长大的 但是我们那边有很多东西是好的 为什么这里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是 都是不好的东西呢 我就在想 我能不能做一点事情 我想用电影 把非洲的一个一个面 给中国人看 我先拍你的 然后再拍他 我遇到一个困难的事情就是 演员不是专业的 所以表演会有很多困难 要不不来 要改 要不来晚一点 他们不考虑我的时间 他们就考虑自己的时间 这个事情的话可能 不能说我们非洲人就是这样的 时间关键是要改 必须改 拍电影是很复杂的一个设计 基本上每天剪接 我是最后一个人离开这里 最后一个人 然后就说说回来 哎 走哦 然后他走了 然后又回来 哎 你什么时候走呢 确实是很累啊 但是我也没办法 必须把它拍完 必须把它做好 我要继续走下去 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马上要过年 愿望就是要拍更好的片子 祝大家新娘好 大吉大利 红包拿来 好吗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